每日一字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盒子 审核的盒 盒子的国语注音是 盒就是果实中保护果仁的一层外壳 所以有盒的果物又可称为盒物 周理地观篇 三月丘陵其植物以盒物 剧中的盒物指的就是里子梅子这一类有盒的果实而言 盒与木布的盒字相通 所以审核也可以写成这样的审核 盒实也可以写成这样的盒实 盒又是指对事物的考验 求其他相而言 如文选张衡东京赋 温故之心 言和是非 是说 一方面温习旧的学问 一方面又去追求新的知识 细密地去考核一件事情的对与不对 汉书宣帝记也有 信赏必伐 宗和明实 是说 对有功的人必赏 不失信 对有过的人必伐 不宽甲 还要求明实相符 而加以考核 核又是深刻的意思 如文心雕龙 思善者善夫 才和者善善 是说 文思丰富的人善于铺张 才学经道的人 就善于善结 跟和这个字 外形很相似的 是这个俏字 国语注音是 七要俏 四生俏 俏就是孔穴 如我们常说 我们人有七窍 是指 人脸部的 言而口鼻而言 表示 做事的要领 和方法 叫做诀窍 体会事物的关键所在 叫做窍门 而比喻人 非常的愚笨 或是不明事理 就叫做 一窍不通 最后要提出来 说明的是 和和翘 是迥然不同的 两个字 和 它是属亚部 而翘字呢 是属于穴部 有人在写的时候 一不注意 常常把和字 上面 写成了西字 这是不妥当的 所以在书写的时候 要请您特别注意 今天每日一字 就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